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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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的不是时候吗 张总 您您知道的 我就不是那个 不是什么 难道和我们前途无量的设计师合作都不愉快吗 不是 特别好 特别愉快 挺好的 好就好 总监 那我先出去忙去了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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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在这闲聊 你有没有人能处理个够的idea 这这这这是我的 悲剧 我的 有意思吗 傻逼 我都快装狂了 你们知道 要是明天我们拿不出好的设计 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吗 你听见 听见了吗 你听到了吗 你 你 那低大的声音 那不是重要的声音 那是定时炸弹 我吓死了 你赶紧给我买个维生素面包 然后压压进补我的身体 老大 吃维生素面包就能补充维生素啊 我不是那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呢 你看 咱俩也不是设计部的 咱俩在这待着干嘛呀 要不咱俩先撤 你觉得可以吗 我那时候说的问一下 今天晚上全体加班 我看 我看 你又不太熬夜了 哎呀 抬头四至五度仰望天空 满脸都是绿化纳呀 错 猪是不能够抬头仰望天空的 好讨厌哦 吃什么呀夜宵 烧烤 烤小腰 你觉得靠谱吗 怎么还是落着落的说呢 我想吃四宝饭 会长胖的 怎么办 胖胖 不要钱 我告诉你 通宵加班的时候吃这些 绝对不会发胖 马铃薯 有机西红柿 酸奶 燕麦片 黑面包 再加上一个粗粮南瓜粥 还有杏仁 听起来好难吃哦 不能够啊 听我慢慢道来 当你们晚上加班熬夜的时候 你们的皮肤会发黄 眼睛会发青 这时候你们就应该吃一个 有机的西红柿 这样 就会让你们的皮肤变得 非常的好 当你们头晕目眩 体内糖分迅速流逝的时候 你们就应该喝一个酸奶 然后再吃一个燕麦片 这样 就会补充掉刚才所有流逝的那些 糖分 一会儿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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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也要是买 薰吃沙拉 燕麦配面包 木瓜酸奶 杏仁南瓜粥 好 我恨他 你怎么回事你 你哪一边的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我男友啊 喂 小东东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别叫我小东东 皮铁挺大 我问问你 今天怎么样 头一天上班 就那样 他都不怎么理我 不理你 那咱还不理他呢 不是 你旁边谁呀 嗨 我跟我们家媳妇 看电视呢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不一定 反正今儿 公司刚下的任务 说是晚上要加班 今儿晚上我估计就回不来了 那你就别回来了 不是好吗 不来 等一下 我现在遇到一困扰 什么困扰 不是我刚才抽烟 把烟头扔到一瓶里 然这瓶里的这瓶盖 有一个再来一瓶 你说我是把这瓶盖上 把这瓶子扔了 还是把这留着呀 这叫什么问题 你当人留着了 你还能再来一瓶呢 干嘛不留着呢 不是不是 可是我 把烟都扔进去 扔进去 不就被他们发现 我抽烟了吗 哎呦 你是猪啊 你把那个烟盖倒在厕所坑里头 那瓶子留着不就完了吗 不给你付花了 我跟媳妇看电视 挂 不是可是 你不是戒烟了吗 不是我说 我是胶纸臭子 不是 老大您这怎么饿了 不是没事 不就是设计图吗 咱一定能完成 对不对 这不还有我 跟你在这帮忙呢 再说了 你看你有多幸福 有钱 有名 有菊花 不是是有前途 不是跟我不一样 我这失业失恋 还差点失了菊花 你说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是不是得跟您一起哭啊 我觉得吧 这做人 就像点一盏灯 你就得有礼子 有礼子 咱就得有面子 有面子 咱就得风不光光的 对不对 这做礼子 咱就不能让它破 得兜着 不是俗话说的好吗 这叫什么 呃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就这么回事 你 给我滚 好点了吧 不有伤了吧 谢谢你 我谢谢你全家 没事没事 咱不是一家人吗 我先画头去 等会儿 给谁的呀 这事 给林总监的 你送的 什么我送的 门口大爷给我的 那我帮你拿进去呗 我都跟人误会多不好 想比我多千金 做梦 我自己来 不不不 那那那那要不然 咱俩一块分享一下 走 走 走 有花儿说 放那儿吧 送官的人挺有品配的 你说这官的好几碗吧 你那就就就这 这不关你的事吧 卢森堡 这名气得也太屌丝了 行了你快放那出去吧 诺文贤 诶 诚良 我不希望这事被人知道 谁知道 就是别告诉别人 别人是谁啊 别人是张总 不是 这是一个秘密 那个 林总监 您放心 我肯定不跟别人说 您放心 怎么样 怎么样 到底谁送的呀 这事呢 一十八十 说不清 有什么说不清的呀 到底谁送的呀 说是说不清 就是说不清 这不清呢 也清 好像嘛 说得清 其实说不清 清也不清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是不是没问出来啊 谁说没问出来的 那是谁啊 我跟你说 这事跟咱俩没关系 你就别问了 我不管 你要不告诉我就不让你走 那行 我实话告诉你吧 那个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不方便说呀 那这样我问 一点头就头就行了 你无不无聊啊 是不是张总啊 是不是我怎么样 怎么办啊 那个 没什么 就聊聊天 这全公司的人都在忙设计的 你这干嘛呢 我现在就去忙 现在就去 对了 顺便把那油冻冻给我叫过来 是 张总 好 油冻冻 张给我喊你 来了 如果下一季我们希望能改进的话 多出点女装 这样会好 张总你觉得我们现在的设计 什么情况 对不对 最好 这样的感觉特别好 哪装 还要 飞不转那缝再转 缝不转那卧再转 卧不转就没人转 飞飞如果真的和张阳好了 那就真的是郎才女貌 如果跟我好了 那真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在普世的价值观面前 真爱是显得多么的不堪一击啊 但是 我是谁 我是著名的开拓者游东东啊 我就要证明 真爱是属于有真心的人 跟其他人就没有关系 本屌主义 绝对逆袭 来 小米 把这个袖再转一下 好 你觉得怎么样 嗯不错 这次应该跳舞怎么变了 可以了哈 哎 有来吧 我就是说 我们可以给我 起来 我们李良 教授 谢谢 你们还满意吗 准备满意 非常满意 对 你们不知道 我熬了一通宿 才想出来的这个概念 你看我的变眼圈 不幸福 来 大家好好庆祝一下 干杯 干杯大水果 好的庆祝一下 哦 对了 我忘了叫尤冬冬那个惭愧 来 我去下去 你休息一会儿啊 还挺好喝的啊 嗯 喝起来 喝起来 来 坐个坐 你怎么还在这儿换呢 我们都做衣服去了 这次叫着那设计 把张抖可满意了 就是那折太难捏了 我都跟着扎着手了 设计定了 那我还画个什么劲啊 我 这是你画的 嗯 那你赶紧来看看 我们做的样衣吧 行啊 走 牛冬冬来了 咱们再来进去喝吧 来 牛冬冬 喝一杯 来 干杯 干杯 谢谢 干杯 辛苦了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这次叫着的设计 大家都可喜欢了 不是 这是我的设计 话可不能乱说 这是严肃的事 这是严肃的事 不是 这就是我的 这事只有张总能管 我呢 就当没听见 真懂 叫着 这你什么时候设计的 牛冬冬 怎么回事啊 没事 张总 可能是我平常给他安排的工作太多了 所以他有些躁动 别动 来 小朋友 你要听话 你们继续 你们继续 啊 是继续啊 干杯 干杯 大家辛苦了 不容易啊 来 喝口水 有什么话慢慢说 刚才那怎么回事 说实话 尤冬冬 你的设计很不错 前途无量 刚才在那边 不是 你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思路吧 你这叫剽怯 剽怯你懂不懂啊 你没看见那样衣它已经不一样了 那材质 那颜色 你能得到高人的指点是你的幸运 这叫画龙点睛 锦上天花呀 真他妈懂 我宁愿不要这个锦 做个他妈有追求的瞎子 小朋友 我现在听出来了 你完全没有工作经验 有经验有所谓嘛 我觉得有没有经历才是王道 老年人 尤冬冬 你简直太幼稚了 行 我现在去找张总 把这事给他说清楚 你看 一下就被我问出来了吧 你果然和张阳有一腿 他当你怎么 别这么动 告诉我 他怎么样啊 是手枪啊 还是步枪 还火箭筒啊 幸福一生啊 火箭筒 我还没遇到过呢 这样吧 也别说是你的 或者是我的 都是公司的 先帮我做衣服 不可能 那是我的设计 别闹 天大地大 客户最大 今天要不是我 稳住了那个事儿逼 恐怕 你连饭我都保不住 不是 可是我 好了 先跟我做衣服 哦 对了 如果 客户满意的话 我再跟张总说说 毕竟 思路是你的 走吧 不 就 吵 醒醒 各位 醒醒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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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衣服挂在模特身上 根本就没法看了 我们需要一个模特 我说最早也得明天早上八点半才能叫过来 不行 不行 来不及了 这样吧 找一个身高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就行 我 张总啊 来 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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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帮我拿帮一下模特 多帅 快 快把衣服拿过来 快快快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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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永坚 跟我出去一下吧 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呀 小秘密 什么秘密 那张总 我先去一下 好 你们去吧 你们去吧 干嘛 你相信我吗 什么 你先说你相不相信 什么事 你可以先发个事吗 你有话赶紧说 你敢不敢拿你最爱吃的那个桂林米粉关门大鸡 给我先发个事 随便你 那设计图是我的 什么设计 胶纸那设计是我画的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 胶纸它抄袭我的设计图 我知道 它改了以后确实比我好了很多 可是那线条那款是它就是我的 你看看你 连说话都这么没底气 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还要硬邀功 我之前可以说我的前男友是个gay 所以才分手的 没想到你的人品都有问题 你可以说我的设计图不好 但是我希望你别侮辱我人的 我不可能是个小兽 我他妈要是也是个强功我 不是 我的意思是我他妈就不是强功也不是弱兽 不是强功也不是强 我就不可能是个gay我 尤东东 我今天才发现我做的最明智的决定就是跟你分手 不是非非你听我解释分手 还你一句今天不合适 今天不合适 找个女朋友 或者 就像他一样撸一辈子 不是老吴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呀 交着这个王八蛋他不仅抄我的图抢我的功 出我的风头 不是也就罢了他还让我和非非闹掰了 人间不拆 你跟非非闹分手 爱得着人这什么事 不是怎么就爱不着 就是因为他 就是因为他我和非非才闹掰的 真不知道 你是怎么看上非非 看上他哪一条 长得好看呀 身材好 学历高 性格好 还有好多呢 诶 那就对了 人类样样都比你强 为什么要选择你呢 因为我 所以呢 你跟非非分手 压根就是一件其他普分的事 你还跑到人家公司去自取其辱 你这脑子真是让驴给踢了 我就不甘心 我和那张阳真的没啥 真没什么 真没啥 真没什么 他会让你这么轻松去进他的公司 不是 那是因为 他被我感动了 我给他说我对非非的 有多么的争执 然后我还告诉他 我进公司以后会给他当牛做马 对 然后他后来就让我进了 真的 真的呀 我骗你干嘛呀 我 太年轻了 不是 什么意思 没意思 不是 那 那我到底该怎么对付焦之啊 你可以这样 我 我想太久太软弱 你始终还是没留意我 我 朋友们 都坐着 聊着 微笑着 我是 不存在的 每当 在聚会中失落 我就想被忽略的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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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被忽略 一直感受着 我躲在这角落 安静的唱着歌 没有其他的假设 我不是透明的 只是心压抑着 不知道何时才 不用纠缠我 没有人在一眼 会过得很快乐 如果你能看到我 能看到我 我 我不是透明的 只是心压抑着 不知道何时才 不用纠缠我 没有人在一眼 会过得很快乐 如果你能看到我 能看到我